我是周玉扣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那第一个影评人 马上在奥斯卡这个 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就在脸书上写出了评论 对不对 那天的这个最佳影片的 最后的乌龙事件 我觉得这个 因为太震撼了 没有人看 我看奥斯卡看了几十年 因为你看很多年 我们都是那种业余分子 不过最好笑的是 我觉得最精彩的还是川普 川普这个实在是个聪明人 对 他居然在推特上面写说 因为你们太政治 所以我觉得川普 绝对不是大家所说的神经病 或者说精神有问题 他真的是一个高智商的一个家伙 其实好莱坞本来就很政治 两句话就把奥斯卡 在这个颁奖典礼的问题指出 然后把这些电影人 全部都酸回去了 对不对 其实每一行都是专业 政治也是专业 电影也是专业 那如果你电影人 想要去那个 去呛政治的时候 你不是专业的时候 就会被专业的人给答回来 对没错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好吗 等一下这个 我们先这个对麦若鱼 先生提出无限的拜扶 就是因为最佳影后 最佳影帝都被他讲对了 没有其实影帝 我还讲说我比较喜欢 单手华盛顿 沉默是吗 对不不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樊梨 樊梨 对 樊梨还没演吗 不会演 因为黑人电影 全黑人电影在台湾不会演 就这部电影 他觉得太小众化 可能不会演了 真的啊 对尤其单手又没有得奖 单手华盛顿得过了吧 所以得过一次 那就好 对对对 不然爱马斯东终于 他是第一次得奖吗 是是是 OK好 阿马斯东真的很漂亮 而且呢 大家在研究他在 越来越爱你里面的 所有的装扮啊 化妆啊 这个口红怎么擦 衣服怎么穿啊 这蛮有趣的 这是我看一周看看来的 好这个 若鱼 我们呢 在谈这个 这一届的奥斯卡 最严重 当然就是最后 那个颁奖的乌龙嘛 最后还提出来说是 有人说是因为 华伦比提自己没看懂 然后呢 他很坏 他就把他 因为他跟飞桃纳维不好 他们俩没传出绯闻过 华伦比提不是有好多女朋友吗 对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 症结出来了 这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奥斯卡到底是 他的选票是怎么弄的 他不是 像我们台湾的媒体啊 每次都写奥斯卡评审评审 其实奥斯卡没有评审的 奥斯卡是一个会员投票 他是工会会员 就是影艺学院 奥斯卡是影艺学院办的 影艺学院下面有各样的工会 所以他的摄影奖 是由摄影师工会 投给摄影奖 剪接工会 投给剪接奖 那男女主角 男女配角 就是所有的演员工会在投票 那因此呢 这个奥斯卡的 这个提名跟得奖 都是大家的家里面勾选票 没有人讨论 选票完了寄回会计师事务所 所以最后知道得奖的人 只有会计师事务所 他要打这个信封名单出来 然后护送到颁奖典礼的现场 可是我觉得这次 这个事情 就像刚才讲的 川普骂他们 我觉得讲的一点都没错 他们太关注政治 他们太轻忽 而且这是一个 这个事情 我觉得它的严重性 不是现在 我看这两天的报纸的后续 就三言两语 这个快适事务所 结果查出来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人在推特发文 这太离谱了 因为 他的为什么信封会拿错 他要负责给人家信封 就是他忙着一直发文 所以他把信封给错了 而且这个也很 但是问题是 那个信封爱马斯东 不是说他领奖之后把信封捏在手上 所以这就是他们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是这样子 他们会计师事务所投票寄来以后 他们有两份 两份的两个手提袋 两份信封 为什么呢 他怕我只有一份的话 我送到洛杉矶去的会场 我高速公路如果塞车 没送到 所以他们有两个 两派两边的人马 两个会计师 从不同的道路 到了这个现场 所以他有两个 两个手提袋里面 两个信封 各备用一份 那你都搬到最佳影片了 表示你的信封 根本就没有问题了 你就拿一份就好了 你不用拿备份的了 是不是这样子 你备份原来是为了 你怕现场 你堵车到那边 开场没开到 所以他到了现场 还会用第二份的 这就是很离谱了 然后 两个会计师所站在两边 监控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看奥斯卡颁奖典礼 他们是非常严谨的 他们每年的颁奖典礼 都要请两个会计师所 会计师的人出来上台 跟大家讲这两个人 然后他们手上 再拿了这个东西 给大家看的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流程了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 我都办了八十几届了 我已经习云流水了 我根本不用管这些东西了 好 那现在你看 结果 这个 大家如果看了颁奖典礼 会觉得 我觉得最离谱的是 最后 我们台 我们只看这个得奖人 是月光下蓝色男孩 但何其神圣的事情 最后是谁宣读出来的 最后是台上一片混乱 也不是颁奖人 滑软笔题说 对不起弄错了 这个 也不是主持人出来讲 也不是只有知道 名单的会计师出来 这个人 这个人负责人说 对不起 刚弄错了 再怎么样怎么样 是一个 拉拉蓝的制片人 在那边 他自己看出来的 看到然后在那边喊 然后把那个信封抢过来说 你看最佳影片这个 你们赶快上来得奖 拿奖 我跟你讲 这个流程简直是太离谱了 对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宣读来讲 没有人这样 就是说你不可能是这样 那你还找颁奖人干嘛 你还每年 男主角谁颁奖 影片谁颁奖人干嘛 没有意义了嘛 你颁奖人最后应该出来指证说 或者是你颁奖人当时看信封 就应该说 这个信封弄错了 马上跟旁边的快递师 拿那个信封的那讲说 你是不是弄错了 可是那个颁奖人不是华伦比提吗 就是华伦比提啊 他为什么他看了半天 他发迪不对劲 他为什么把他扔给那个费塔纳维 所以他们才说 因为他跟费塔纳维不好 所以故意让费塔纳维乱念一通 他们彩排的时候 两个人都争论 谁要来念这个最后得奖者 结果费塔纳维一直坚持太好念 那费塔纳维很奇怪啊 难道他不认识字吗 他看不出来吗 所以啦 他们都那么资深 这都是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到最后 如果只是说 那结果后来发现 他们今天写的新闻是说 这个会计事务所 要supposed要监督的人 他一直在发推特推文 他最佳影片前 他还在发他跟艾玛斯东的合照 那真的就是离谱了嘛 然后那你离谱了 你已经弄错了 结果最后一刻 颁奖人也没有反应 也没有讲话 也没有出声 然后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人 是你supposed就是 最要监视这个的人 你知道得奖 全世界 只有你知道最佳影片是谁 因为没有人知道 因为大家都是勾选票的 没有人知道 那你也不赶快讲说 不对或怎么样 你还让一个是 La La Land的制片 在那边宣读 然后抓错 你说这是不是太离谱 这种事情发生在 奥斯卡颁奖典礼 转播给全球上亿观众 看的颁奖典礼 你可以有这样的 轻忽的流程吗 然后结果是可以 这么轻轻带过说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做错了 就这样子 那我觉得美国已经轮亡了 奥斯卡也轮亡了 有这么严重吗 凯赛就好了 洛宇 有这么严重吗 可可姐 这就是 那这就是 因为奥斯卡 你自诩为是一个 全球电影的指标 电影工业颁奖的指标 你班业如果可以 这么随便的话 那没有人会相信你 你的作业是怎么样的 对啊 不过他最后发现 果然就是他们其实在 所以就是SOP很重要吗 就是你没有遵从SOP吗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得力者 真的是川普总统啊 我觉得OK的 那可以 我跟你讲 我也觉得就说 其实这个结论就是 奥斯卡的那一群电影人 过去是不是被 被扩大的肯定了 嗯 他们其实有他们的这个价值 对啊 他也没有那么严重 我这样讲好了 奥斯卡以后就要轮王 不是不是 奥斯卡轮王是颁奖典礼轮王 不是美国电影轮王 那以后改善就好了 那没有 因为其实啊 美国的电影 若宇好伤心啊 不是不是 受到这么大冲击 不是 客户姐不是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奥斯卡颁奖典礼 是一个指标 我们金马奖都学他的 金马奖是 金马奖不要出这种错就好了 那金马奖都是copycat 我们金马奖 当然我想不会出这种错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金马奖平等制度 跟他不一样 我们不是会员投票吗 所以我刚才讲说 为什么一般的人 或包括客户姐 你会觉得这个事情 很普通 没什么 就是最佳影片 就是蓝色 用他的男孩就好了吗 你不用管了吗 这就是因为 因为一般的民众 他搞不清楚 还有人认为 奥斯卡是评审 是因为评审青睐谁 评审青睐谁 他就不是评审团制度 这大家都知道了 那只是台湾的记者 没水准而已 不是很多观众也不知道 观众就大家教育吗 那台湾的记者 就没水准 而且台湾的记者 评论家都很奇怪 第一个写这个评论文章 那是麦肉鱼 我没有评论 因为你在脸书上 有写这件事情 这件事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我觉得只是说 这个因为你知道 电影跟典礼 是两码子事 电影就是一个好的电影 典礼只是为了要 电影表彰这个电影 所以我跟你讲 其实奥斯卡看不看 真的无所谓 对我来讲 奥斯卡颁奖典礼 没那么重要 为什么 就跟我看金马奖 没那么重要一样 其实在美国 奥斯卡颁奖典礼 也还好吧 不是 现在如果演变到 这种程度 那就不用看了 台湾人对奥斯卡颁奖典礼 还特别青睐 你不觉得吗 全世界都一样 一样 可是这不重要了 为什么 其实我们 如果你奥斯卡颁奖典礼 可以轻忽到这种状态 很好啊 以后新的典礼出现了 不是 不是 我觉得这是 这是改变的开始 可我解错了 典礼 不是 不好意思 因为是杭中人 所以他比较激动 因为典礼真的不重要 什么最重要呢 我只要知道 其实我不要看典礼 你只要给我一份 你只要给我分名单 最佳影片是LALALAND 最佳导演是这个 这个LALALAND 就OK了 最佳影片是 LALALAND就OK了 我不用看你的典礼 你的典礼好看 是因为 你的典礼的人 是我尊重的 你请的奥斯卡 为什么值得尊重 他的颁奖人 影言人 他是在表彰这些影片 可是我跟你讲 若宇 其实最近这个电影界的发展 让我觉得电影 真的就是电影 因为 Merell Strip 本来我非常非常欣赏他 可是我觉得 他在金球长的发言 我觉得有点超短线 真的超短线骂川普 因为你不是那个专业 然后第二就是说 他自己是个白人 所以他可以骂 就像台湾外省人可以骂 外省人有省级 本省人可以骂本省人 但是如果外省人骂本省人 本省人骂外省人 就很麻烦一样 那接下来就是说 他后来他跟那个 向南尔的老板之间的 就是那个 为了穿什么衣服的 那个纷争以后 我就不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他走音天后 演得真的很烂 他真的演得很烂 我们要进广告了 所以我看到有一个 影评家的 好莱坞的影评家 就跟记者说 他怎么可能得最佳影后呢 因为他在里面像小丑 我还为了这个事情 专门去看走音天后 因为Meryl Streep是我的偶像 可是我觉得走音天后 是他这个很烂的作品 而且他最近的表现我不赞成 我认为应该专业的归专业 就像若鱼评论这个电影 他非常的资深 非常有权威 一样 我根本插不上话 所以Meryl Streep 你凭什么 你觉得你自己有这个地位 然后你就可以反过来打川普 因为川普是选票选出来的 就像你Meryl Streep 是用电影的票房 累积出来的一个大明星 是一样的意思 他会认为他的票房 跟川普的选票是一样的票 所以你没有资格去 去当归人家 人家也是选票 你知道我意思吗 人家川普没有说 你的票房是假的时候 你凭什么去骂人家呢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从此以后 我不喜欢Meryl Streep了 而且他参加奥斯卡典礼 那件衣服 丑臂了 马上回来 Coco早餐 Coco's VIP Coco House You know,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they finally come true City of stars, just one thing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 It's love, gues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he smile's quello too, the girl's shadow The other was the man who didn't get the chance That guy looks así, that guy looks great Ryan Gosling doesn't get the chance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is is the last time it was a tough show This show is still very good This show actually isn't so strong The two guys are all really good 你觉得艾玛斯东为什么可以得奖呢 艾玛斯东得是因为 是真的演得好 还是一部这部电影整体的架势 没有他 太强势了 两个演员都很用心 他因为要里面要唱歌要跳舞 尤其Ryan Gosling他要学钢琴 学这个爵士钢琴 对他自己学的 那因为男主角竞争比较激烈 你主角竞争相对 相对没有这么的强烈 因为其他人 那他就是对你要看对手 因为男主角里面凯西艾弗雷克 跟单手华盾太强了 所以没有办法去轮到Ryan Gosling 但女主角里面呢 其实那塔利波曼演这个第一夫人Jackie 演的是很好 但是他没有像艾玛斯东 整个的因为这个电影细胞人 表现这么强 Jackie的表现 其实没有像他上一部黑天鹅这么的强 他演黑天鹅就得了影后了 已经得过影后了 他好漂亮 对但是Jackie这个电影 其实还是好电影的原因 是因为其实甘乃迪的故事 大家看过太多了 所以现在电影都很好看的 都不奥斯卡电影都很好看的 都好看 OK 只要提名到九项影片里面来讲的电影 都是够水准的电影 听到没没看就是笨蛋 这我说的 我就是笨蛋 好 你说九项 你有提名就是好电影 最佳影片有九部电影入围 所以这九部 就九部是必看的电影 提名的都必看 这九部包括关键少数 包括马上上演的慢慢回 现在都在演啊 慢慢回家录 包括这个第一夫人的秘密 这些那都是必看的电影 其实他那个海边的曼泽斯特 越来越爱你都还在重新 又在续演当中吗 都还在演 一直在演 也在演 对 沉默没有在九部里面 沉默只有在摄影讲题 OK 那你说番离没有 好 番离没有 因为番离这部电影是黑人电影 纯黑人电影 那片商他可能不太引进 因为他认为没有市场性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黑人的电影 好 这个越来越爱你得了六项奖 对 你觉得够吗 不够 其实我 你觉得他应该得最佳影片 最佳影片 因为好莱坞 美国的奥斯卡 其实我就觉得这几年的奥斯卡 他收视率一直在低的 包括今年 今年我本来以为说 这个La La Land 很多人看过 收视率会高 可是因为川普的支持者 有七成 他们是抵制 明星讲政治语言的 所以等于流失了很多 川普选民的观众群 他们刻意抵制 包括川普也抵制 因为奥斯卡 白亚典礼 这一天 他不是不去 他整个 他根本就 他连推特都不跟你吵架 他扭视 他那天在办一个州长的聚餐 美国全美州长聚餐 他在讨论医疗改善的服务 医疗改善品质 他就故意忽略 忽略你们好莱坞这些 Celebrities 所以整个很多支持川普的选民 他可能也因为这样 他不看奥斯卡 所以你觉得为什么最后会给月光下的蓝色男孩 是因为还是有政治意识吗 都有 因为包括了其实整个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次奥斯卡会出 刚刚柯姐其实我觉得你也点了一个 你很厉害 因为其实你讲的事情 恰恰就是整个的精神 为什么奥斯卡会犯了一个这么天大 而且我觉得是很羞耻的错误 就是因为你整个从选票 从给奖 从颁奖到所有的人都犯政治化了 当你焦点离开了电影之后 虽然电影跟政治是没有 是是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电影也是政治 电影里面就有政治 然后电影也跟政治有关系 电影本身也是个政治 所以但是他当他偏离太远的时候 他就会出错了 这次包括所有给奖你就知道 包括外语片新居风暴 这个伊朗电影 其实外语片五部来讲 这个新居风暴的导演 他已经前两年因为分居风暴 得过外语片了 他照理说他不会这么快 在两三年再得一个外语片 而且今年外语片有其他很强的 包括德国的颠覆人生 包括丹麦的拆弹少年都很强 但最后为什么给了分居风暴 其实就是跟大家投票投外语片 因为这个电影从川普一讲 离民政禁令的政策 这个导演就他不来了 就一直在炒这个新闻 炒这个新闻呢 大家勾选票 因为其实好莱坞是 为什么每次奥斯卡得奖前 所有的好莱坞专业电影杂志 都会有大量的广告是 For your consideration 就是大家会叫你来投这个人票 就是说你关注这个人 关注这个人 那新居风暴 根本不用For your consideration 因为每天新闻都要报道他 所以那些勾选票的人 他也许你知道 因为勾选票的会员 不是每部电影都看过 他们选票是大量的 DVD寄到你家来 他不一定寄戏院看的 因为会员太多几千人 所以他就勾选票 可能就勾新居风暴了 是 原来是这样子 评选是不一样的 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越来越爱你得到了 最佳这个女主角 什么原创电影 总共有六项奖 本来这个若鱼 看完这个电影 就告诉大家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 可是你曾经说过 说以前的奥斯卡 很难歌舞片 很难去得到大奖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年不一样 因为这个电影 它就不是一个一般的歌舞片 因为很多歌舞片 它就是主要是以歌跟舞为主 它的精神 它的创意没有这么强 它就是华丽的布景 服装 好听的音乐 但这个越来越爱你拉练 它的好是因为 它的这个导演 编剧 他们太有才华 他把一个简单的爱情 励志的故事 把它做成一个非常 我们如果讲文创 你就去看看这个电影 什么叫文创 人家里面就非常多的文创 就是我 它的故事其实也 就是一个通俗故事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故事 所以它为什么会得导演奖 因为导演的文创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文创 什么叫文创 就是一个原来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东西 你怎么变成一个 让大家会整个重新来看你的东西 这就是文创 而且它里面 有很多的元素 就是有美的元素 也有奋斗的元素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导演得奖 也给美国 当然我们刚刚讲 颁奖电影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的电影 美国电影还是不断的有人才出来 这次导演得奖 给了美国一个导演 一个很大的一个振奋 因为其实美国 其实好莱坞也在轮亡当中 他已经被 你看李安 好莱坞能够这么有 这么厉害 你就知道 他本身的人才 有的是缺乏的 这几年奥斯卡 最佳导演都不是美国人 已经前面两年 李奥纳多那部电影 导演是墨西哥人 所以他们对墨西哥 川普也对墨西哥翻离 已经连续两年的 奥斯卡导演是墨西哥人 第一夫人的秘密 Jackie这部电影 我看了 他其实很不错 他会跟你看到 一般Jackie电影 不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导演是智力人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电影版图 最有原创 生活力的版图 在什么地方 这个世界版图一直在变 美国 法国这些电影 百年的国家 本来都已经奠定在那边了 可是世界电影的活力 新兴版图一直在改变 有一段时间 中国电影 在版图上的一个 风浪上面 华人电影 陈凯歌张艺谋 这个版图现在已经被垮掉了 已经下来了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版 最活力的这一块 在中南美洲 中南美洲哪些国家呢 不是大家已经熟知的 在电影上已经有发展的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 后来居上的墨西哥 不是 现在这些最厉害的版图 活力发生在 你听都没有听过的 Chili 智利 乌拉圭 巴拉圭 这些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的国家 正在面临社会 政治的转型 社会正义的转型 经济的转型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 冲击人性的故事会出来 那因此 这个智利导演 这个导演呢 这个第一夫人秘密导演 上一部电影叫 赎罪俱乐部 叫Club 它是去年的电影 那这部电影 其实我上讲过 如果你看过 好莱坞那年最佳影片 金爆什么 这个Spot 讲一个好莱坞 什么华盛顿 什么环球报 去揭发神父性侵的那部电影 得到好莱坞最佳影片 那如果你去看过 这个第一夫人 这个智利导演导的 除罪俱乐部Club 他讲的也是 神职员性侵的 你如果看过一个 美国得最佳影片 奥斯卡最佳影片的 美国电影 纯美国电影 再去看一个智利电影 你就发觉 这个电影的内涵含义 跟我们看这么电影 多形式的表达 跟方式 那一个是 智利电影是研究所的程度 Spotlight的最佳影片 的是一个小学生的程度 也就是说 智利导演的智利 这部电影 他在讲一个 神父性侵的故事 他用的方法 用的元素 跟他呈现手法 是我们这辈子看 这种电影没见过的 而我们看Spotlight那种电影 是我70年代代就看过了 到现在已经 2020年21世纪了 他还用这种叙事手法 还用新闻工作者去揭发 然后这种方式 传统方式在表达 当然也是好的 因为记者 这个是真实故事改编 这个报社的这些媒体 他们切而不舍 把这些揭发出来 但是智利导演 已经可以用一种 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 去揭发神职人 怎么性侵 性侵小朋友的故事 所以就是说 你刚刚讲文创的意思 就是他原来的剧本 就是故事 其实跟 说故事的方法 都一样 但是说故事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是可以改变的 那这个越来越爱你导演 就有这个文创了 就他的 我刚才讲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像我们看了30年电影 我们在研究电影的人 会被新的电影 所震撼跟感动 就是你没看过这种形式 像我刚刚讲 赎罪俱乐部 那个是让我第一场 十分钟就让我瞠目折舌 我就目瞪口呆了 那越来越爱你 他也有这种情形 就是说 这个电影就是个通俗电影 一个 一个 怀有心梦 怀有心梦 但一直 不能力争上 一想力争上 我的女演员 跟一个 失智的角色 乐手 相恋在好莱坞 恋爱的故事 这种故事是老掉牙的故事 单纯凭故事想象 你还觉得 这种电影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你只要看导演的一开场 你就已经被震撼到了 他的第一场 当然他只是歌舞 但那个歌舞的调运镜 跟他整个要表达的状况 已经被震撼 那后面 不要讲后面 他的文创在后面 他整个的创意 跟他的整个的剧本的颠覆 跟他用的转折 那就是你没有见过的 你就会被赞叹的 就这个原因 好 我看他的第一部 他演过很多电影 他都演的那个角色 其实都不是很 就是那种很 很尖锐的一个 一个正义的角色 可是他又不是很大型的 因为他长得瘦瘦的 你知道吗 Rion Gosling 他自己也当导演 他当过导演 他当导演 拍过电影 他电影的坎城竞赛过 所以都是有才华的 今年那个 布莱德比特不是 他有一部电影 就是《月光下蓝色男孩》 他兼制的 布莱德比特 那上回《月光下蓝色男孩》 上次那个是《自由之星》 也是他的 对 布莱德比特他现在专门 就监制黑人电影 做黑人电影 他做黑人电影 百发百中 他做一个《自由之星》 拿最佳影片 做个《月光下蓝色男孩》 拿最佳影片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种电影就是 如果你看完了 政治正确 他就是一个 为奥斯卡奥斯卡的电影 那布莱德比特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这个电影就是 一扫他被球力抹黑的 这个形象 那问题是说 像这种电影在 票房上面 当然不行 这就是主持人 你知道《自由之星》 好长一部电影 我看了三分之二 就不想看了 因为结果你会猜得到 主持人今天在 这个主持人颁想电影讲了 很多人没有听过这些片 其实在好莱坞 好莱坞最权威的一个杂志 就是业界杂志 Hollywood Reporter 他就做了一个报道 对这些提名电影来讲 他从支持川普 跟支持希拉蕊 来做民调 这些选民 你听过这些电影 就听过支持希拉蕊的 好像支持希拉蕊的 听过《月光下蓝色男孩》 都只有百分之六 很少很少的人 因为这种电影是很独立制片 很小众的黑人电影 当然它也是人性化 是温馨的 这个电影讲的有 种族议题 社会议题 性向议题 但它表现手法是小众的 它不是一般大众 都会去看的电影 也不是一般大众看完 就能够 就能够像 La La Land一样 这样子有有感而发的电影 那这个电影 当然我们看 我坦白讲 我们看是好电影 但是我第一 我很久以前就看过这个电影 但是我一看完 我当时自己给我一个 我心里的旁白是 哇 这个电影也可以提名八项 就提到这么多项 那它得到最佳影片 也就知道说 其实奥斯卡刚讲 它选票 为什么它会得最佳影片 奥斯卡的选票结构都改了 演员选票都没有 因为奥斯卡我刚讲 它是工会投票 但最佳影片 刚讲摄影师投给摄影工会 但影片谁投呢 影片有导演 制片演员来投 而且今年 大家看奥斯卡知道 影音学院这个主席 这个女生要来讲话了 他们现在投票的 这个会员member 他海纳百川 怎么样的人可以投影片呢 除了我们老会员之外 他们现在把那些老会员 那些老白 老白男老白女赶走 因为这些老 越老的这些七八十岁的选票 像华伦比提非常纳维这些人 对他们来讲 就是越来越老的选票 这些选票 他们怀疑你不会支持黑人 所以他们会尽量大量新的人进来 他们也让更多什么样的人进来呢 譬如说日本的导演 你这个这个这个 四肢愈合 你在国际上受到瞩目了 我马上马上让你寄一封 像四肢愈合去年 接到好莱坞影音学院一封信 就说 我们现在聘请你来当我们 影音学院最佳影片的投票员 那现在好多外国这些各国 这些独立艺术工作者 进入到这个选票来投最佳影片了 所以会发觉 La La Land的这种电影 在以前来讲 它明明就是铁达尼号 阿甘正传 抢救人大兵 这种纯美国电影 而且就是观众也感动 票房也好 艺术也好的电影 他会得最佳影片 因为选票就会选给他的 那为什么现在他选不到了 因为选最佳影片的结构改变了 选票人改变了 所以他们这个兼顾多元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这个拜佛利克的弟弟得奖 不过那个 若鱼认为 丹佐华盛顿的表现比较好 但丹佐华盛顿已经得过赢地了 是是是 对 哇 其实 其实美国的电影还是 还是领先世界的 那一定的一定的 没话说 我们马上回来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资深的影评人麦若鱼先生 他从奥斯卡今年的颁奖典礼 事前跟川普刚刚起来 事后 这个他们的颁奖的乌龙 造成了非常大的讨论 事实上 其实本来很多事情就有世代传承 就有长江后浪推前浪 有的时候好像好像 好像一些巨石的动摇 就是在某些小细节上 对 奥斯卡该改了 我觉得台湾的金马奖金钟奖金曲奖等等 也应该改了 差不多 因为如果你如果都 像我们因为是仿造奥斯卡 在一个旧有的思维里面 然后旧的架构跟系统里面 都89届了 对 而且我刚讲了 奥斯卡89岁了 对 那你的颁奖典礼还是 你颁奖典礼的形式跟流程 是跟以前 八九零年一样的 但你我刚讲的 你现在投票选票结构 你得奖名单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 我刚讲像你 我刚讲这个海边的曼彻斯特 为什么讲到说 男主角凯西艾弗勒克 跟单手华盛顿 其实为什么 对海边曼彻斯特 海边曼彻斯特 其实就是我讲的 它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我刚讲 Sport Line的这个 金爆焦点 它就是一个 还是70年代 到八年代的一贯 到现在的这个 为艺术而艺术的拍摄手法 它为什么 它就没有这个像 Lala Land的这种 文创的这个创意 海边曼彻斯特 人文精神非常强 它的感情很浓 很底层 而且它的这个故事 是有意义的 因为上次 科务姐讲了 曼彻斯特其实就是 英国的一个城市 但美国这个曼彻斯特 叫做海边的 它的这个海边曼彻斯特 不是一个形容词 他讲的不是英国的那一个 而且它那个 Manchester by the sea 这不是一个形容词 它这个 这个城市的英文全名 就叫做Manchester by the sea 它就叫做海边的曼彻斯特 是美国的城市 是一个美国城市 你从这个电影看出来 才认识说 原来这个城市 是一个滨海小镇 然后是个很冷冽的城市 人口很稀少的城市 那这个男主人公 在这城市里面 发生过一个 他人生最大的悲剧 就是他离开了家乡 到外面去 可他后来被迫回到家乡 因为他的他哥哥死掉了 他回来做他职职的监护人 所以他回来必须面对他的前妻 面对他怎么样亲手 因为一个失误 把他两个女儿致死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很悲灵的电影 但导演的手法就是一个 我刚讲他就是一个艺术片的手法 所谓艺术片手法就是 一格一格的画面 画面冷冽 画面也是有构图架构 画面也很 也很也很 也很符合电影 但他的文创精神就比较少 他的剧本很好 演员也很好 但是他的这个 你也会被感动 但是他他他 但是我刚讲感动 跟另外我刚讲的一种兴奋 就是我刚讲看电影 而来的一种悸动 不一样 所谓悸动 就是我刚看到智力导演拍 这个这个这个club 哇 你前面十分钟这样拍 你把我吓到了 嗯 讲神父神职员性侵 他那个神职员怎么样 神职员在一个 我先跟大家讲 大家没看过这部电影 赎罪俱乐部 赎罪俱乐部 是一个智力电影 他是一开场 是一群神职员 在一个一个好像一个 一个村落里面 他们好像就是去 为什么叫club 他们被政府安排 你退休了 住在这个地方 神职员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房子里面 有一个有一个奥巴桑 帮你们煮饭 帮你们打扫 帮你们照顾 就好像老人院一样 全部都是神父 退休的 第一场戏就来了一个男的 一个落魄的流浪汉 跑到这个村子里 跑到这个门口来了 就在里面 对着里面的人大骂 连场的三字经 连场的骂人 这个男的已经是一个 这个男的已经是个废人了 但他是个政治壮年的废人 因为他小时候被 原来你后来知道 原来小时候被性侵过 所以性侵他的这些人 全部躲在这个村落里面 在这个club 在这个村落里面 被人家照顾着 然后这个人就对着里面骂 他骂的 他骂的话多赤裸裸 不能讲 就当年你们对我怎么样 他讲的全部是当年 他们叫他做的事情 全部赤裸裸 都用文字表达出来 骂给这些人听 那这些人都老了 这些人当年 他年轻做的这些罪状 他已经不知道 他已经老了 所以他整个 就完全没有视而不见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 这些 这些 他的表达方式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因此 因此 电影呢 他只表达形式有很多 表达电影形式很多 所以你才会说 你看到这样 你会激动 这个激动不是说 你被感动之外 那怎么样的导演 会有那种不寻常的手法 那就是 天才 Talent Talent 若鱼讲了一句话 称是经典 叫天才 就是Talent Talent 因为你有没有Talent 学不到吗 在学不到 任何行业里面都要Talent 这个就是老天给你饭吃 当然你要学 还是可以学 你可以因为学而有Talent 但这个Talent 是与生俱来的 这是个Gift 是老天给的礼物 我觉得这是老天给的礼物 当然也有人Talent 会用完的 我们看过多少 好莱坞的大的导演 他的 他到最后Talent没有了 这个会用完的 不是一辈子永远不绝的 这个Talent 有多久没有人知道 但有人Talent 是学来的 当然这个我认为 我自己看这么多年电影 我觉得每个导演都有学习 都有教育 都有这个社会经验 但是我一直看 我就觉得 有一个Talent在里面 其实Talent 我每个人都有Talent 像我有 每个人会觉得 你有这个Language Talent 像我 我学 我学什么各地方方言很快 那就是Language Talent 你每个人都有个Talent 这个Talent 是个Gift 是个老天给的礼物 你有一个电影笔 这也是个Talent 可是这个是 我从小看电影 那你不能说 我从小就花时间在电影上面 那这个Talent 是不是因为这样弄来的 我不知道 但是这就是一个 但是我相信 每个人都会知道 每一个人都知道 你自己有什么Talent 那电影导演 就有导演的Talent 为什么你不能当导演 他能当导演 为什么导演这么多 他得奥斯卡最佳导演 他有Talent 所以为什么 李安导的电影 就比较容易突出 是 其实其他人也很努力的 在想要做李安 对不对 那但是很难 因为全世界的外籍导演 为什么 大家讲 为什么李安今年也没有提名 没有说奥斯卡青睐 因为李安站在好莱坞 站在奥斯卡的浪顶封肩上面 已经太久了 他得过最佳影片 得过最佳导演 对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在其他的外籍导演来讲 在美国这个本土 就是他其实 他虽然海纳百川 但是你也不可能在他那边 占据太久 今年那个 今天成龙有去 最佳 中生成就奖 他凭什么得中生成就奖 当然 因为成龙的电影 成龙是一个动作演员 他的电影在美国 他的电影在美国 是受到全美观众 是兴奋的 当然真的 因为只有成龙的电影 是从以前周文怀时代 炮弹飞车 就在美国戏院上映的 他的电影 Jacky Chan的电影 是在全美戏院放映的 他的动作电影 是让大家 让美国的每个电影观众 那些观众吃爆米花 他也许没有看过 《月光下蓝色的男孩》 但他可以叫出 Jacky Chan的名字 所以 对 还算可以接受 是可以的 他这个不可乱给的 好 那那个 而且还有一点 Jacky Chan的动作电影 改变了美国的动作电影 因为美国 因为看到Jacky Chan的电影去 然后 以前都是李小龙式的 对 然后他看到Jacky Chan 他开始知道动作电影 怎么拍完美 然后他也因为Jacky Chan 他来到东方钓钢师 因此东方钓钢师 因为Jacky Chan不钓钢师 袁和平钓钢师 可是因为Jacky Chan 他认识了东方的东夫电影 而这种钓钢师 就转到了美国 这个 这个 駭客 駭客任务 就开始钓钢师 就开始好莱坞也钓钢师了 他影响美国动作电影的 好吧 因为你讲了这之后 我接受了 要不然我觉得成龙 凭什么得罪 中神成就这样 那 那这个 我跟你说 因为 中国大陆的这些导演 或是中国大陆的电影界 他们一定有雄心壮志 想要去征服好莱坞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一直 没有这个 可能性 这就是政治 这就是我刚讲电影的政治 现在中国他要 赢过好莱坞 他已经赢过好莱坞 成为全美第一大票房市场 现在好莱坞 很多公司 都被中国收购了 因此 其实美国跟中共 美国跟中国之间 电影界 因为一方面我要 陈福云的市场 可是另一方面 我对你的电影 然后加上中国 他本身来讲 他因为他的电影被 美国喜欢的这种东西 越来越少 因为他越来越商业 他拍了一个长城 你长城这种电影 张艺谋导演的 好莱坞需要看你这种电影吗 大怪兽 几千只大怪兽 我好莱坞十年前就来做了 我需要来跟你学吗 你的意思 我要跟你学的是什么 我要跟你中国人 学的是 卧虎藏龙这种 中国的儒家思想 或你们特有东西 可中国现在这种东西 他不拿出去 我只给你我最大的科技 最大的票房 他即使拍了一个 赵薇的这个亲爱的 讲诱拐小孩的东西 我都不敢拿去送选 奥斯卡外语片 因为我觉得 这种事情是很丢脸的 怎么会有诱拐儿童 全世界到现在 还在诱拐 蓝牙榜比较不错 让他马里面飞来飞去的 所以他每年 他现在每年 送到奥斯卡外语片的 中国电影 都是一些不会得奖的电影 因为他好的电影 都不像推拿 他不会送去外语片 他们不懂吗 不是他懂 他认为我不要 因为我不要把我这种东西 拿去给别人看 我不要让你看到 我这边聋哑分子 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我要给你看的是 一个好的爷爷奶奶 一家人相爱 这种电影送外语片 那永远得不到 那不特别 奥斯卡要的外语片 就是因为奥斯卡 因为奥斯卡 美国看外语片 是要看第三世界 是要看你正义转型 那中国的正义转型电影 他不会拿出去 送选奥斯卡外语片 他只能在自己 只能来我们这边金马奖 所以你刚刚讲的推拿 其实推拿 推拿是一个很好的电影 推拿就是一个可以去选奥斯卡的电影 但他不送去 他送一个夜音 送一个那种爷爷奶奶在这边 小孩在上学 就是这种 所以奥斯卡呢 他们那个颁奖单位 跟我们金马奖一样 都是你送片 他自己不会主动到市场上去 去找片 奥斯卡不是 你讲又不是 奥斯卡是个美国颁奖典礼 跟你外国没关系 他只有一个奖送片 叫外语片 外语片是人家送来的 人家送来的 你外语片必须当国代表 所以你不送 我就不知道你有哪些电影 不是 你国家不送我就不选你 但他只有这个奖 因为奥斯卡是个美国的奖 他跟别的国家没关系 只有外语片 那我们台湾金马奖又不一样 台湾金马奖 你全部是用送的 那你就不对了 你当时学奥斯卡 你就应该主动去领选 所有台湾电影 那你现在要华语电影 你就要去领选 现在金马奖也不是 那个会员票选制 不是 我们就是评论团制度 我觉得文化部的 郑内军部长做得很好 他做那个文化部的转型正义 中日今天才能做得很好 我觉得他其他东西 也应该转型一下 下次我们来请教一下文化部 这个是真的 金马奖金钟奖金曲奖 拜托 在那个传统的 番离的这个前置之下 大家心知肚明 路雨因为是内行人 不好意思 多多讲这些 对不对 所以跟奥斯卡一样 89岁奥斯卡要转型了 你搬了89了 出了这么大一个 对 像一般像就刚扣起讲的 因为你们看这个新闻会觉得 这就是一个班错了 然后最佳影片就是 冤枉兰兰兰兰兰兰 就这样子嘛 但对我们从小看奥斯卡的人 跟我们知道奥斯卡精神 跟我们知道他的这个 含义的人 就不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有良知的话 他们应该知道 这个应该转型了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他们现在 还在跟川普杠 他认为说 因为川普跟他们敌对 所以他们认为说 我们自己的丑事 还不能太纤漏 以他们这样的一个结果 跟现在这种东西 真的太离谱了 他当形象受到很大的影响了 他挂走 是不是 谢谢 谢谢若鱼 谢谢